11月16日 基辛格再次公开的发出警告 希望未来 拜登政府迅速的采取行动 恢复中美在特朗普任内被破坏的沟通渠道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两国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升级为军事冲突 现年97岁的基辛格说到 两国之间必须重新的建立起沟通的渠道 否则世界将陷入一场 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而且他认为 在当今两国的军事科技条件下 这场灾难会变得让我们难以控制 基辛格这话看似警告美国 但在我看来 这是另外有三成含义 一 明确特朗普的单边政策失败 提醒拜登调整对话策略 基辛格的这个警告 其实已经审判了特朗普政府的对话政策失败 道理很简单 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再往前走的话 中美就有战争风险 世界就有线路一战状态的可能 那政策当然是失败的 在这种背景下 基辛格这番话 当然是在提醒拜登政府 要调整特朗普的对话政策 提醒拜登政府 如果继续沿着特朗普的路线往前走 中美可能爆发军事冲突 基辛格的这个提醒是非常清晰的信号 他认为 美国继续走强硬的单边主义对华政策 中美就会爆发军事冲突 基辛格对特朗普世年外交政策 也表达了看法 基辛格表示 相比于以前 特朗普的外交方式 显然更加具有对抗性 他想强调 美国人没有充分享受到 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 虽然这点很重要 但对此 我愿意选择更具有差异性的想法 美国真的没有享受到 世界发展的成果吗 当然不是 全球的结创货币主要是美元 外户储备主要是美元 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在美国 美国高科技产品享受到了 全球知识产权规则的最大红利 美国甚至还利用地缘政治来影响经济走向 美国毫无疑问是全球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那么为啥基辛格也认可特朗普的说法 美国人没有享受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呢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 因为华尔街的因素拉得太大 美国自身的在欧窟窿也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从世界发展中 拿到更大的份额 才能够满足美国的胃口 基辛格竟然认为很重要 当然也支持美国在全球发展成果中 分得更大的比例 但是他认为特朗普的办法是不对的 所以他说他愿意选择 更具有差异性的方法 所谓更具差异性的方法 就是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式 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简单粗暴 对中国可能基辛格认为两点最重要 一是忽悠中国 用卵硬斤施的手法 来从中国获得更多好处 二是联合更多国家遏制中国 迫使中国不得不向美国出了更多利益 而对欧盟日本这样的盟友 方式应该更加倾向于 让他们自己主动上供 而非强硬挤压 三向中国发出警告 接受拜登的政策调整 否则有一战的风险 其实基辛格不是第一次发出这样的警告了 不但之前有类似言论 仅仅过去一个来月时间里 他就有两次这样的警告 今年十月初 基辛格就曾表示 中美必须为利益激烈的竞争制定交战规则 否则既有可能从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全球政治特征的不确定性 他说 我们的领导人及中国的领导人 必须讨论他们不会超越威胁的极限 然后他们必须找到一种在较长时间内 实施这种政策的方法 如果这完全不可能 我们将陷入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面 基辛格的这个警告 并不是指针对美国政府 更是针对中国政府 甚至其对中国警告的意味 比对美国政府警告的意味更浓 他说 中美必须讨论中国不会超越威胁的极限 也就是说 中美要讨论如何划界 那些领域是美国底线 中国是不能涉入 然后再基于这个规则 去找实施的政策方法 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美国和中国讨价还价 美国给中国制定一个规则 然后中美在这个划定的界限展开竞争 如果不能达成这样的协议 中美就要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局面 美国是霸权国家基辛格的这种话 当然威胁中国成分更多一些 因为中国并没有妨碍美国发展 而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 妨碍了美国的霸权 所以基辛格的表态 也是霸权主义的表态 只是态度上看起来更温和 说法上更具迷惑性而已 对于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新的冷战 基辛格表示 他越来越感到震惊 他僵持归因于技术的进步 这种进步极大的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 基辛格说 美国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了解世界太复杂了 一个国家实现一个当方面的优势战略和经济 没有人能够威胁我们的格局太难了 基辛格越来越震惊 不是因为要发起新冷战 因为基辛格自己就是从几十年新冷战过来的 他怎么可能怕新冷战 他的震惊在于 中国不但不怕美国的新冷战威胁 中国看起来还充满能量与实力 这才是让基辛格真正震惊的地方 他所说的技术进步 在我看来倒是说得非常准确的 我认为四个层面的技术进步 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交通技术的进步 这改变了欧亚大陆的交通方式 高铁和重载铁路时的路权正在回归 使得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在下降 这必然改变地缘政治 二是中国在5G技术上取得的进步 中国在5G技术领域取得了全球领先 这个进步对全球的影响太大了 这实际上是中美科技领先的 秘密转型的事件 未来一旦进一步扩展 也必然会对地缘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军事技术的进步 中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进步速度太快了 中国军事实力的上升 对地缘产生了重大影响 是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 使得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 而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再加上产业升级科技升级 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激发了中国的人口消费红利 使得中国正在变成全球市场的中心 这都会地缘产生重大影响 其和基辛格上面说的话的意思 其实他是想让美国拜登政府 给中国划边界 就是在一些领域中国不允许发展 从而保持局部优势 美国则承认中国在另外一些领域的优势 如此中美形成战略平衡 我曾不止一次说基辛格是美国的老狐狸 就是因为他的确非常有智慧 对于事情的认识能到本质 但他脱离不了美国霸权的逻辑 毕竟美国霸权是美国精英都试图在维护的 若非现实发展到那一步 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霸权衰落的 他们也不会放弃维护其霸权